好 那麼接下來看到 這是在宜蘭的情況 附近的當天週末 雖然是下雨 但是不少人來到宜蘭地區走走 包含您可以看到在外澳的海邊 很多是西家袋眷來看 現場有一些不少新鮮的漁獲 那這漁港就出現 前來採買海鮮的民眾了 但是在交通的狀況 下午三點多開始 國道五號北上的方向 就開始出現了車潮 畢竟你在海邊走走 海鮮買買 你還往回頭走 那麼在頭城交流道 現在回堵兩公里多 頭城到平臨的路段 車子走走停停時速不到四十公里 時定到南港路段 也都在五十公里以下 高工局也提醒駕駛朋友 這個保持車輛的安全距離 才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家 這是宜蘭整個現在 交通狀況的最新畫面